被质疑状态堪忧 汤普森被香港球手一步过暴扣 还被防到平平打铁 NBA目前处在休赛期 克莱汤普森惊吓从勇士对转头到独行侠队 他参加了知名训练师乔丹劳利的野球局 期间没少与香港球手徐远征对位 后者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与汤普森对决的镜头 在这场野球局中 虽然汤普森在面对徐远征时有过一些进球 但也有不少回合是在对方的紧贴防守下投丢 徐远征在汤普森运球推进时便穷追不舍 给对方施加一些身体对抗 迫使汤普森完成一些高难度出手 由于汤普森经历过两次膝盖重伤 他双腿的爆发力已被明显削弱 而且引以为傲的防守能力也丢了 这让他在这样的野球局中也打得比较难受 汤普森甚至在防守徐远征时吃扁 后者一步过掉汤普森并完成爆扣 有不少美眉和球迷质疑汤普森的状态 并为独行侠对新赛季感到担忧 值得一提的是 徐远征的防守在圈子内算是比较不错 他曾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崔永熙 询问他关于防守的问题 两人还在美国和练过几天